危險性的都一定要先說 來 還有一個問 這點而已 我記得說 我去他們島看行為時 好像太太太 的味道 對 一般人 半人半鬼 我不是在想鬼 一般人 一般人是在骷髏洞的 又是在生糖 在糖這樣問 對 演出資料下來 這要代表什麼意思 是要說他們到底是人 還是非人 這倒是那個時候也不太清楚 然後上去他樓上的時候 他太太把那個繩桌把它翻到倒 結果怎麼會這樣 那你表現這樣 這太太跟那個繩桌 到底是有什麼關係 三個小孩 那三個小孩站在那裡 他們太太都要生命 那身為翻到倒 拿到三個小孩的腳很長 難道這孩子的腿 我們也不太幼兒不幼兒 這樣 所以說這都是未知數 沒有夢境 夢境是這樣 你睡得也很不容易 我 大胎是太 所以你的床旁邊 會有筆記本的人 有 每天都會 立刻寫 立刻寫 啊 你沒有這樣睡覺 你又站著寫寫可以睡嗎 我還不記得 哦 跟夢境寫下來就對了 對 一定要夢境寫下來 不記得有時候出事就不可以 哦哦哦 啊現在去年後去行為 我還要去引導 要坐在那裡 他就說 我當場到他家的時候 是1點半 下午1點半 1點半 走下去之後 看他們的三個小孩在十八 這三個小孩都 坐輪椅 這三個小孩都坐輪椅 這三個小孩都坐輪椅 坐輪椅 啊 升上升啊 哦 哦 哦 啊真的有三個小孩 我就怕怕 嗯 怕怕 這都我大運 這就是都還不站在那裡 還不站在那裡 對 這樣 所以我說 我就跟朋友說 你兒子是先天的 要是要先別切一下 走一下 那就是要拿刀 你這件事要注意 嗯 我就問說 你朋友說 你兒子是先天的 那是後天的 請好的 哎唷 請好的 請好的是怎樣 那三個小孩都是 大概多大年紀 大概國小 這個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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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落得很長 對 他們的設行率 才發載車嘛 發載車就沒有 前面的引擎的 就白白這樣 啊 他們如果要買設行率 載他們三個 暑假要去 做生率 要坐頭前 我蹦了之後 蹦了之後 蹦了之後 都要壓縮來 都三個小孩 哦 這樣 這是他說的 我現在去 他等到結支 結支 這樣 我現在去前面 神尾 我看到神尾 就有禮拜了 有禮拜了 那一陣子 我看是白色的 好像石膏 就高空的那個 那時候我問什麼神 他沒說話 沒錯 現在他媽媽也在 他媽媽也在 他說 如果要按個神尾 你要按什麼神尾 你又不說我按神尾 你是叫我來看 這樣 我就點不點了 他媽 他說 他說 我就會跟神溝通 這樣 想說叫我來按神尾 這樣 他就看好東西在拜 我聽得怪怪 因為你現在這個神尾 不是新的 是一件有在拜 你要按什麼神尾 對 以前有了 我說你這就有在拜 你才會再按神尾 他說我跟神尾 他說要把神尾 他說要把神尾 我跟神尾 現在 這樣 我想說 我想說 你跟神的溝通 這樣 這樣 他說 那神告他 在那時候 我覺得現在有 我就怪怪的 我就沒什麼差別了 你跟神的溝通 神尾 不能說 安神尾 不可以去保安 是喔 對啊 為什麼在五時前 沒有人在檢視 沒有人在檢視安神尾 五時是十二點之前 十二點之前 今天說我死不死 還要用死 我先來我沒說 對 我去舞台山做法會 他叫我們 早上四點半要起床去 我說 蛤 可不可以下午再來 他說下午 下午是安亡魂 你要來嗎 我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是要參加活人的消災解惡 所以凌晨四點半 我說這不是半夜嗎 我說可不可以讓我們睡到下午再來 他就說下午你不用來 下午是安死人的 所以做法會也有 用時嘛 安死人要有十層 又分十層 說是做什麼的 對 安死人也不可以看事看你 都要看事看你 我同時放你 這天就是小肉 還要不要說會倒 這天就不會用錢 因為他就好 沒過過沒天 他媽一直要按下去了 還沒按下去 我沒有按下去 我也沒有按下去了 這台事我就沒有按下去了 你不是按下去了 還不是 你根本就不對了 還有這個忙 我剛才有肯定做 所以他沒有要發 喔 喔 喔 塗 我趕快散吧 我趕快來 他趕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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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趕快去 對 媽媽你怎麼按行為 我說要按什麼行為 就要保持就不會按錢 要按什麼行為 這樣對 他說 沒關係啦 我說可以就可以 好啦 問你什麼行 你什麼行 他說在那一頓 那一頓什麼行 這樣 他說不出來 我說 你怎麼按啦 我有我的辦法 我說沒有你叫別人按 我比較嫌慢 我沒辦法按這個 這樣 不行啦 你只要我按在那裡 好我 我怒啦 我怒我也去不去 我說 你怎麼知道你這個行為 R3月 我就問一下 你說你信 你說你這個 你怎麼看你這個行為 R3月 對不對 R3月什麼 這是R什麼方向 做什麼 炒什麼 這樣 你怎麼知道你在家裡 你怎麼知道你這個行為 是做什麼炒什麼 不說話 你自己在家裡就不知道 這樣 你覺得你這個行為 你今年你的行為是R3 你知道嗎 R3今年算我們不能按 做東朝西今年不能按 你就叫我按 這樣 他說就不要緊 我說可以就可以 這樣 對 好啦好啦 你說可以 你來寶貝看看 我不要聽你寶貝 你要按不可以嗎 今年按了嗎 一條老三杯 為什麼呢 啊我行所搞的就不行啊 你老人都怪怪怪啊 我都不會說話 我怪怪我 我覺得這就是問題啊 這就是問題 現在來就好了 我說你今天你不知道 你這個 啊不然你 不知道你R3月 今年算R3月就不會按 你能夠按 你還要按 這樣 我不敢按 啊可能我齁 你怎麼我做 你怎麼做什麼 我沒辦法 你去結別人 這樣 你去結別人 你不要再發了 你去結別人 好了 我就要走 這樣 走之後 我心裡想說 你還說 你這個 我跟我朋友 他跟我講 他說 我沒有在發這個 這是怎樣 問我不知道 你去問其他人 好了 他沒說 我說你這個 你自己的新聞R3月 不會按 是這個 這是我沒有講出來 可是我心裡面 我心裡想說 這是什麼樣的 我心裡想說 嗯 這樣 心裡想也會說 這樣 我好 如果要去 我帶你去 你要問 你看你附近 什麼大廟 我帶你去 你去那裡問問 你問問 你說你這時候 你問正大廟 那間大廟 就是在 台南的人睡覺 那裡 那裡 你要問問 你到R3 你看今天安一幕 你自己幫幫忙 不會安一三倍 你說到底你是要聽這個 還沒聽的 我都不知道 這樣 你這樣出事 沒有人在耍耍這樣 這太可憐了 那現在 你跟我說的 不算 你要聽你那個 人家的事還是要聽 人家的事 你自己決定了 因為這位白龍新聞 我還不可以 我剛才黑白安 安身為耍耍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他那個三個小孩 會那種厄運 你看這個 這個 身為 這就是他太太 這就是身為 有不好的 喔 那個身為不好 當時都不能講 當時的身為 那你怎麼不可以跟他說不好 這樣解救他一下 沒有 以前 當中不能說 你人分身我比較敢說 我比較難說 現在好 我說 我問你一個 你 你把 報告我就提問 我提去簡單 簡單問一個問題就好了 你交中這個身為這時候 自己繼續拜 還是不要繼續拜 你問兩個問題就好 要不要繼續拜 繼續拜 還是不要繼續拜 你兩個問題 不要我回答 你喔 我會先隨便回答 不要繼續拜三杯 喔 這什麼意思 真面目啊 那個石膏像到底是什麼神 你不知道 不知道啊 那是誰去請的 就他媽啊 我問起來 也是都媽媽說 他去買一買 他可能就拜 喔 什麼神就不知道 你拜 對啊 那現在說繼續拜 不好 不好 就說要繼續拜三杯 對 那現在三杯之後 要怎樣 我問你 你怎麼 你自己決定的意思 好 這樣啊 我告訴你 現在那個人 應該說 比較直發直說 今天你做我的小孩 這個台事 都在身為陰氣 三杯 對那個神還是陰氣 身為陰氣 三杯 直接就挑 這樣啊 那現在 剛才來之後 好了 他們當人要處理 要處理我就問 等我 我這個台事 在挑戰 你有辦法處理嗎 這樣啊 好啦 十杯了啦 十杯之後 比較神威脫掉 那時候是在搶醫 那裡 用後 到大陸 住人的身為 用後 今天不安靜 你再等一年了 沒關係啦 你又沒那麼急啦 不然我們才來用這樣啦 但是有個手籤師 有手籤師給他啦 他說喔 你這個小孩 腳已經這樣 已經沒辦法 又像以前這樣了 過去就過去 已經沒辦法了 就過去了 不要再想過去了 如果我現在來處理好生後 你們這三個小孩 醫療的廟 不要說那麼勇氣 旁邊旁邊旁邊 這樣學過 醫療不要再玩 趕快創 這樣就好了 對 所以家裡如果 亂拜還是拜不到時候 其實也是很慘 不是 讓三個小孩 腿都斷 我覺得好兇喔 好兇 先休息一下 請問到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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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到我們現場 曾醫有在處理媽媽往生的時候 還反而死後還跟女兒化解心結 對 這個其實當下大家都眼眶都紅了 就是因為這個大女兒跟媽媽 這個媽媽她是突然往生的 沒有什麼病死 然後就急救 送到醫院急救之後往生 那可是大女兒一直跟媽媽有很大的心結 我們在幫她處理的過程當中 你一直感覺媽媽是眉頭伸鎖的 然後那大女兒也不講話 就一直憋著嘴 那在幫她換衣服的時候 我就覺得怎麼都不對 我就跟大女兒說 我說大姐您可以來一下嗎 來您輕輕握著媽媽的手 握下去她就跪了 大姐就跪了 對 她雙腳就跪下去 然後跪下去她就說 媽我知道我錯了 那個當下你看到 媽媽那個臉就開了 媽媽的臉真的就開了 媽媽還沒笑啊 真的 就那個臉整個都開了 然後那個 因為她兩個女兒嘛 那小女兒就說 媽媽等妳這句話等很久了 嗯 菁姨 有時候就是說我們藏私房錢 忽然之間走了 對不對 總是小孩子就很需要錢 我們又自己私房錢對不對 總是要告訴她 我藏了幾百萬在哪裡啊 這樣有沒有辦法透過妳 黃毅大哥您又說到了重點 我不會通靈啦 我真的不會通靈啦 因為就是現在就是從報紙啊 或者是網路一直在討論我的部分 就說我會通靈 然後有很多人在我的部落格 或者是直接電話給我 都問我說 妳可不可以幫我解決我們家有什麼什麼什麼 我想要知道我的媽媽留的 明明她每次都帶了很多的金釋 說要給孩子 也給了這個給了那個就沒給我 她那些其他的她走了我們都找不到 我都跟所有的朋友們說 我說對不起我真的我不會通靈 我只是在服務的過程當中 跟往神菩薩有一些頻率相通 那只是傳達一些意念而已 唉唷不要這樣 妳一份報紙都有辦法了 我們沒有失望錢那麼多 真是救命啊 沒有真的不是 就是說其實我們能做的只是 我曾經跟師傅談過這個問題啦 師傅說如果你只是 你只是幫他說出一些好的 傳達一些好的事情是OK的 如果是一些負面的情緒 甚至你都不應該說 因為是最後一層了 讓大家留下比較圓滿 比較祥和的一個ending會比較好 所以妳都只挑好話說 可以這樣說 但是妳也可以感受到 其實也有怨念 憤怒 非常大的憤怒 但是妳選擇不說 不說 不能說 其實曾經碰過一個就是 她不願意媳婦碰她